北美三大車展之一的洛杉磯汽車展 現在正在對民眾開放 現代汽車在今年的車展上率先發佈了 IONIC自動駕駛概念車款 以及打播傳統觀念的IONIC Unlimited購車服務 跟很多看上去似科學試驗品的自動駕駛汽車不一樣 現代IONIC充過聰明的設計 保留了現代汽車特有的時尚設計 我們來看看記者在洛杉磯汽車展 現代汽車展區的報導 各位,我現在在2016LA Auto Show車展的 現代汽車展館 今年來講,在整個現代汽車展館當中 這部車可以說是最忠目 就是今年全新推出的 一個自動駕駛車種的概念車 叫IONIC 看回這部前置會有三個鏡頭 捉住整個路面的狀況 在車頭前面部分 亦都有一個感應器,即是感應器 亦都是整個路面的情況可以捕捉到 令它可以完成整個駕駛的程序 再看這邊的叫做Blue Drive 大家看到其實是一個插電式的設計 其實整部車除了插電之外 還會是一部毫升的車 包括用汽油和充電的模式 去驅動這部車 我們再來看看整部車的內飾到底是怎樣 現在我就在IONIC這部車的內飾 看到第一眼光 我們看到一個賽車設計的方向盤 給駕駛者一個很好的良好的駕控體驗 中間屏幕亦都很清晰地看到 有數字顯示的速度 電池的電量 以及我們選擇甚麼模式去驅動這部車 再看這邊有三個螢幕的設計 包括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用數字顯示到 就是空調機的運行狀況 中間屏幕可以控制到GPS 一些娛樂系統 我們看到DNB服務 亦都說會有一些電視服務 或者是電台服務可以即時看到 娛樂功能上面非常之不錯 上面載這個螢幕其實清晰度都很高 可以監控整部車的運行狀況 比如說速度、用電量等等 以及可以顯示到GPS的情況 我們不用低頭去看這個螢幕 我們在開車過程當中可以稍微看到 整個駕駛的時間我們應該怎樣開車 這不是只是一個產品 而是一個平台 而是一個新的方法 我們有三種電腦 所以我們的未來的運動 是不讓客人選擇一部車或另一部車 而是給客人一個真正燃營的平台 三種不同選擇 所以他們可以選擇 哪種燃營營 現代汽車除了這次發佈IONIC之外 還為消費者提供了一個 非常理想的購買計劃 想購買IONIC EV的消費者 能夠選擇一個固定的月費金額 這個月費金額包括無限里程數 電動車的充電費用 定期維修和車輛登記 所有使用的正常開銷費用 全部包括了 而這個全新的用戶購買體驗 會在明年初在加州開始實行 今天要求全貴客經驗 我們昨天說過 製造一個訂閱模式 是一部分的IONIC的提供 在加利福尼亞 令整個貴客經驗更容易